不成敬意 请袁大人笑呢 哎呀 李公公 世凯真是受宠若惊啊 李公公 请 来来来 李公公 这是世凯的两位犬子 长子克定 次子克文 还不赶紧给李公公请安 给李公公请安 李公公 日后多关照了 好说好说 请 请 好好好 袁大人真是好福气啊 嗯 好 好 请 乃停啊 李公公 小心 我来的时候 太后一再嘱咐我 嗯 她说 小李子 去 去 告诉袁世凯 就说呀 她对我的忠心 我领了 啊 太后对微臣真是恩重如山呢 李公公 话既然说到这会儿 施凯正有一事请教 说吧 就是太后皇上 给微臣的这份贺礼 李公公 这里头真有皇上的意思 你说呢 施凯觉得 皇上似乎 对吧 这都是 太后老佛爷他老人家 对你的恩典 这一纸上 加上了皇上的意思 这一层意思 你不会不明白吧 明白 明白 太后他老人家的身体 好起来了吧 好是好多了 但是 还经常招御医进宫 那太后到底得的是 什么病 其实也没什么 你想 太后年纪大了 有点头疼脑热的 也在所难免 可对我来说 这却是天大的事情 对李公公 这也是天大的事情吧 咱是太后的奴才 这太后的事情呢 甭管大小 那都是大事 魏廷 该走了 清理公公 再多留一步 是 也得过 不是 智子 不像是 就是 本身